他要求證繳的BA珠,他會小於繳BC珠 那我們就在... 呃...這邊畫一條的圖線 然後...因為他說A珠最大 就標上去,然後BC最小 OK,兩萬花蟲 這樣,BCA 對,對,對,對 然後...呃...因為... 呃...這個最小,所以說 角BCA就會大於角BS 你比較想要給他帶胖這樣 呃...好,OK,那... 1...2... 好 他最小啊,所以說角2絕對會小於角1 因為他是整個四面形當中最小的 所以大邊最大的角,小邊最小的角 性質就可以了解 呃...角2會小於角1 所以角2小於角1 所以角2小於角1 然後性質就是大邊最大的小邊最小的角1 OK,好,然後... 再來...呃...我們標這邊是3 然後... 4A珠 這邊是4 因為一樣,他...呃... 線段A珠是四邊形裡面最大的 所以一樣依照小邊最小的角、大邊最大的角性質 你就可以了解角3會大於角4 角3大於角4 角3大於角4 然後把這兩個4的相加最後就會變成... 因為角2是...角2是角BSC嘛 然後角1是角BCA 角3是...呃...角AC珠 角4是角珠AC 所以兩個加在一起 就是...角BC珠...大於角B...A...珠 好 那我不要亂寫 呃...就是相加...就是角2加角3 角2加角4要寫 好啦,角2加上角3等於角BC珠 錯好了 欸,等一下,先說 好啦,角1加...角2加角4 好啦,角1加角4 角2加角4等於角QA主 角1加角3等... 角1加角3等... 角BC珠... 角2加角4等於角QA主 等一下,等一下,等一下 然後... 有這個證明就可以知道... 角BC珠...大於角QA主 然後... 好… 角AC珠... 角QLQ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